你以言為語 店家跟學生吵得不可開交 吵成這樣就為了停車問題 事發就在台南 成功大學旁的娛樂街 商店鄰里車到窄 這個月十一號 男同學把單車停在雞排店門口旁的路邊 老闆要求他馬上移走 男大生認為沒有擋住店家出入口 他上樓回租屋處時 老闆挪動他的腳踏車 大學生把車遷回原處 又被挪一次 警察獲報來了 店家氣憤的說道路施工請學生移車 他指控被對方用台語罵 男大生否認 指控對方弄壞腳踏車 求償十萬和解 最後雙方互槍要提告 事件爆發之後 原本三點半營業的雞排店到四點半還沒開 店門外貼了好幾張 下午三點半以後請勿停車的告示 停車糾紛 釀口角 大學生已經完成報案提告的動作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